关于短视频这一仗 不是你要不要打 是你必须得打赢 不过你有一个部门 叫新媒体 啥也不干 就五个人 这五个人就在 各种社交媒体和新媒体 就去找那些网红 两三万粉丝的 十几万粉丝的 一天找一百个 五个人就找了五百个 一个月下来 就找了一万五千个 这一万五千个 我算百分之九十 你都没法合作 可能他账号不做了 或者他账号的粉丝 跟你的用户差别比较大 百分之十 可以跟你合作 他的粉丝 跟你的用户的 重合度比较高 好那就是一千五百个 一年下来 你就找了一万八千个 博主跟你合作 一个博主一周 帮你带三件货 一个月四周 一个月就十二件货 十二件货乘以 一点八万个博主 一个月你也能够 卖二十多万件货 各位听得懂 我在讲什么没有 所以原来 要会给门店铺货 现在要会给 网红共创内容 还要帮他做供应链 所以天网的内容 很简单 我跟你讲 你可以不来 我这里学习 如果你的竞争对手 来我这里学习 你想象一下 我教他 怎么在新媒体上布局 对你来说 你想想 一定不是好消息 所以所有的实体门店 都要拥抱互联网 都要主动地 拥抱新媒体 社交媒体 拥抱短视频和直播 所以这个时代 怎么玩转天网 怎么打造IP 怎么让天网和人网 去赋能地网 我们会讲一个系统 所有的行业 都可以套用 天地人网的模型 所以365 赶快去下单啊 早学早好 你学懂了 你去应用了 你去改变了 也许会给你创造 十倍甚至一百倍的价值 来小航车的部分 去下个365